Hello,大家好,我是杨阳 那么刚刚我们在第一部分呢 跟大家讲了蛋白质对于人体的重要性 那么如何通过外界的补充 也能够达成补充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好处呢 今天呢,给大家来介绍的就是 我们这款爱东美的新产品 蛋白质,蛋白质粉 那么看看它的外观呢 非常的漂亮,对不对 这样呢,打开以后呢 是这样子的小袋子的妆 我已经喝了好几袋了 它中间有一个隔层 有一个隔层,非常的方便携带 那么拿出来这一包 一包呢,有25克 每天呢,要补充两袋 刚刚我们说了人体需要60克蛋白质,对吧 你可以根据你自己吃的食物来均衡 那么呢,爱东美这个蛋白粉 它的构成呢,有20%的大豆 提取的这种大豆蛋白 那么就是植物性蛋白咯 那么还有呢,我们说乳清蛋白 乳清蛋白呢,是种液体 它可以溶于水的 它是由牛奶当中提起来的 还有呢,烙蛋白的基础 那么之前和我咖啡大家知道吧 烙蛋白呢,就是说我们形成做 起司和奶酪的这一层成分 形成呢,有丰富的蛋白质 那么这三种蛋白质呢,按照一比一比二的 这样的一个高效率的形成 来形成了我们这一块蛋白粉 那么它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主要有三点 第一个呢,它就是植物性和动物性蛋白质呢 非常均衡有效的这样的一个配比 并且呢,吸收率达到非常高 那么一出去吸收呢 大家都知道我们刚刚说了 吃进去的蛋白质呢 它要能够像大点滴一样 一点点的让身体吸收 在你不吃的时候,不吃东西的时候 还可以让它慢慢的变成身体的 有效准化的成分 这就是我们提高吸收率的这样的一个功效了 那么第二呢,它是一个 拥有健康机能食品认证的 健康机能食品认证在里面 有一个字,对不对 很多的产品呢,都是食品级的级别 它并没有一个安全认证 但是具有安全的 健康机能食品认证呢 也是我们浮游起来非常放心的 那么第三就是 它具有健康方便 并且具有方便携带的一个功效了 那么,安全系数呢 它经过重重的认可 经过了很多的严格的把关 绿色食品认证啊 包括像Henler这个 回族的这样的一个技术 回族回民的这样的一个认证 那么,大家看啊 蛋白质大家之前一提起来的话 都会相信一桶一桶的蛋白粉 方便携带吗? 不是很方便 并且呢,有一些液体的呢 吸收率也并不高 如果我们经常出门 或者野餐 或者是像现在夏天出去兜风啊 露营啊 都可以携带这样一款蛋白粉 小小子一包非常的携带 长期持续的去 能充蛋白质粉呢 是对我们的身体非常有效的 所以呢,方便性就是其中一个了 那么,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性价比 市面上呢,最有口碑的是A公司的蛋白粉 那么它呢,只有四百五十克呢 就大家带到了汉币多少钱呢? 四万五千块 但是我们这款蛋白粉呢 一盒是七百五十克 这样的有三十包 它只卖四万四千八百块 所以说价格呢 是某公司的二分之一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性价比的对比 大家也能看得出来 我们爱东美蛋白粉的优势 对不对 那什么时候来吃这个蛋白粉呢 也要跟大家说一声 那么专家们说 像我们肌肉即使运动拉伸以后 会形成微小的损伤 建议大家呢 在运动之后 或者是一天当中 来再吃饭 然后的时候来补充 都是可以的 那么怎么去吃呢 一袋和一百二十毫升的水 或牛奶混合起来 温水或常温的水都可以去融化它 一百二十升有个小凉杯 你给它充一充 一天吃两袋就可以了 非常的方便携带哈 那么在活动之后去补充它 并不还有任何的香料 非常的安全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蛋白粉 就到这里了 我是瑶瑶 谢谢大家